大家好,我是咕咕 今天我们来一起看福尔摩斯太岸集第四季的第一集 四千名 缺少案件的一天让福尔摩斯日常烦躁不安 这是莱莉为气质温文尔雅的委托人玛丽 两位老伙计的第一表情充分的体现了各自的性格 华生 哇哦 妹子 福尔摩斯的 嗯哼,案件的味道 玛丽,自由丧姆,父亲莫斯坦少校 简称莫属是一位助排到印度的官员 因为心脏方面健康的问题 莫属请了一年假期回宴休息 玛丽收到消息后就骑身去旅馆和父亲会合 到了之后,旅馆老板却说 莫属已经两天没有回来了 甘等了一天后,依然是毫无音讯 就报了警,登了行人起事,但都没有结果 后来玛丽去过了父亲在英国唯一的朋友 舒尔托少校,下面简称托书 他和莫属曾一起在印度服役 但他也对莫属的下落毫不知情 莫属这一走,就是十年的时间 莫属向来疼女儿 就算有再大的事情,十年间都不联系 宝贝闺女实在是习惯 但更奇怪的还在后面 那是莫属失踪的第四年 玛丽看报纸上有人登寻人起事找自己 出于好奇就回复了对方 接着玛丽就收到了一个包裹 里面是一颗价值不菲的珍珠 并且从此以后,每年在莫属 失踪的日子,玛丽都会收到这么一颗珍珠 但更更奇怪的是在今天 除了珍珠,玛丽还收到了一封信 上面说这些年让玛丽受委屈了 要好好的补偿她 并表示如果担心的话 可以带上两个好朋友一同前往 好有一,好有二,正好够数 这个案子福尔摩斯是跟丁了 在约定见面的时间前 福尔摩斯先去查了下资料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巧合 就是莫属的同僚 托叔六年前去世 而在他去世的一周后 玛丽就开始收到珍珠 接近的时间是一点奇怪 另外一个奇怪的地方在于新的内容 提到了委屈补偿的话 对方是用什么样的身份 说这些话的呢 是莫属 补偿女儿自己这么多年的不告而别 还是带走莫属的人 补偿玛丽这么多年 所缺少的父爱吗 如果是后者 十年间的无音讯 福尔摩斯猜测 那莫属可能多事 凶多吉少 在约见面的路上 玛丽对过来一张纸 称是父亲留下的 但并未和玛丽解释过来由 这纸上是建筑物的平面图 其中有三点引起了福尔摩斯的注意 第一 空白处有一个像八的 像性文字 二 有红笔画出的十字 像是在强调那里 有着什么重要的东西 最后是纸上有四个陌生的签名 目前还不能够确定 这图纸和莫属失踪的关系 但是福尔摩斯直觉 玛丽这个委托 比自己要想的要深奥得多 终于到达了寄信的人家 满满的印度风和阿三小哥随从 门后站着的寄信人 正是托将军的后人托发 是小托 当初第一眼看到这个造型 确实被惊艳到了 和坐山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 但小托的性格很是害羞 自己给自己鼓气加油后 才说出自己写信的理由 原来十年前 托书从印度带回了不少财宝 具体如何得到的托书从未提过 但小托能够感觉到 父亲的心里藏了一个大秘密 比如托书走到哪里都要带上保镖 并且很惧怕独腿的人 以小托的性格好奇 但什么也都不敢问 直到六年前的一天 托书收到了一封信后 面色惊慌的当即烧毁 虽然不知道内容 但他一定深深刺激到了托书 因为自那以后 托书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 在他气息奄奄的时候 拉着小托和他的哥哥大托到身边 除了嘱咐家中藏有宝藏的事情 还交代了一个秘密 原来当初莫书其实来找过托书 因为托书家的宝藏 并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 还有莫书的一份 莫书于是上门理论 但托书的占有欲 让他说了不少无情的话 把心脏本就不好的莫书 起到猝死 身体则又吓人们掩埋 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 玛丽虽然伤感 却也多少预料到了 小托不好意思说 当时父亲拿出了一串珍珠项链 说一直想要送给玛丽作为补偿 但是一直想送 一直舍不得 还没交代完宝藏位置的托书 就突然咽了气 大小两托 大托更想父亲一点 听说有宝藏 自然是要找出来的 另外他也和托书一样 不舍得把珍珠项链交给玛丽 于是小托就退一步 每年祭出一颗 以弥补心中的愧疚 另外还有一件怪事 小托要说 在他的父亲死后 有一天 在他的尸体上发现了一张卡片 和刚才玛丽给的地图一样 有一个像八的文字 印度通 小托解释 那是印度希克教数字四的意思 数字四 四个陌生的签名 这背后是不是说明 有什么神秘的组织存在呢 解释完一切 小托立刻带着众人回托家老宅 因为在昨天 大托终于在老宅找到了宝藏 这也就是为什么 小托选在今天见面的理由 他要把属于玛丽的那份宝藏分给他 此时的老宅 今前六年间寻宝的痕迹 如今能够找到方法和 诺伍德的建筑师 离的暗格很像 大托通过内外对比建筑物的空间 发现顶层网上还有一个隐藏的隔层 拔开后果然就发现了宝藏 众人刚进门 女管家就哭喊着说 大托不对劲 从昨晚开始 他就把自己锁在里面 怎么敲门都不回应 所将福尔摩斯上线 观察后 先把报纸伸进去 再用工具把屋内的钥匙顶了出来 抽出报纸 用顶住的钥匙轻松地打开了房门 而里面的大托像蜡像一样一动不动 面带笑容 但人早已没有了呼吸 华生检查后推测 他是中了翻墨憋解一类的剧毒 视力才会这样异常的僵硬和收缩 大托的头部有伤痕 屋内也发现了毒疾 想来这就是凶器了 杀完人后 凶手也把宝藏给顺走了 那么问题来了 房门反锁着 这房间又位于最高处 凶手是怎么来去自如的呢 仔细观察屋内的脚印 福尔摩斯断定 凶手有两个人 一个是装着木头腿的中年人 另一个从体型上来看 像个孩子 介于木头腿的局限性 应该是那个像孩子的凶手 从屋顶爬进了屋内 并在破了洞的天花板上 用毒疾杀死的大托 接着双号绳索放下楼去 方便投伴攀爬 扇爬 心狠 这孩子还真的是一个狠角色 幸运之神 这次照顾了福尔摩斯 凶手踩到了屋内的木流油 是记号的追踪信号 是时候展现托比实力的时候了 托比 福尔摩斯重要的伙伴之一 技能 灵灵秀觉 特长 可爱 有了兼职警犬 托比的帮助 可以确定凶手是坐船逃走了 为了附近的床家 也为大姐描述 有两个符合凶手特征的人 一大早就拉着她的男人开船走了 问 如何在茫茫的船海当中 找出目标船只呢 这就需要福尔摩斯另外一对重要的伙伴 侦探小队出马了 侦探小队 技能 靠人 雾 特长 喊皮 这场小队成员们 欲悠风地专进了RLB 估计收拾房间的哈德森太太 福尔摩斯嘱咐了小队的队长 下次她自己来就好 接着按照楼规矩商量好了价格 侦探小队立刻出发 寻找嫌疑船只 正所谓人多力量大 而且小队成员各个年幼 无疑让对方产生戒备心 对于福尔摩斯来说 这可是比警员更加出色的搜查小组 待在家的福尔摩斯也没有闲着 她翻阅资料 对那个孩子般身材的凶手有了头绪 在印度安达曼群岛的土著居民 是世界上最矮小的种族之一 他们伸手矫健 性格残忍 娶了他们的新人后 又极其的重义气 非常符合本案的凶手画像 久久没有侦探小队的消息 福尔摩斯吃不香睡不着 干脆就到了第一县场 守着小队们找 终于聪明的队长 在船屋发现了正在修理中的嫌疑船只 一容福尔摩斯上线 他接近了船长 打探到晚上他们就要出发远航的消息 福尔摩斯赶回去 找负责本案的警长支援 和警长要来了警力和船只 众人出发在岸边 受诸代凶手的出现 随着小队长的信号 警船悄悄地跟了上去 但对方的船经过改造 速度飞快 福尔摩斯他们从傍晚追到了天黑 终于拉近了距离 用远光灯一照 其中一个裹着布的孩子 露出了一张和夜色 几乎要融为一体的脸庞 符合福尔摩斯的推测 这是之前资料上提到的土著 土著看对方接近 拿出的毒件就射向了福尔摩斯 华生立刻反击开枪 正中对方的眉心 福尔摩斯这边不用担心 只要围巾够厚 按机就射不穿我 土著已死 真相的毒腿男人也很快被抓捕归案 在入狱之前 福尔摩斯请求 把他带回贝壳街问清楚真相 福尔摩斯有酒 毒腿男也有故事 男人年轻时在印度服役 因为下河游泳被鳄鱼咬掉了一条腿 但他喜欢印度 之后也一直留在印度工作 直到战战爆发 他跑到最近的英国人控制的城市 因为国籍的关系得到了优待 手下还管理着两个当地的小兵 有一天这两个小兵 半威胁半邀请的要毒腿男 入伙拦杀一个男人 此人是对方城主的亲信 战乱时机 深处在转移自己的财榜 一部分就有这个亲信运输 只要毒腿男帮助他们得到宝藏 适成之后会分四分之一的财产给他 为什么是四分之一 因为还有个小兵的弟弟也会入伙 总共是四个人 接着按照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杀了亲信夺下了财榜 你们珍贵的珍珠 翡翠大钻石不是按一个个 是几十几十块的计算 每一个都还价值不菲 可见有多么的值钱了 本来顺利的计划 结果因为没有处理好亲信的尸体 死人全部都暴露了 虽然宝藏他们事先买好 但人却被发派到安达曼群岛 流放做终身的苦力 拿内管辖他们的长官 正是玛丽的父亲 他看毒腿男是同乡 就对他多有照顾 当时图书和墨书是同僚 闲聊中毒腿男听到 图书因为书钱 墨书因为养女儿都很需要钱 毒腿男就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建议 自己给他们画一张藏宝图 挖成宝藏之后六个人分 要求是他们要帮自己 和三个兄弟逃出去 图书想指救毒腿男 毒腿男不同意 坚持四个人一个都不能够少 反正也是白给 不要白不要 墨书 托书 和四个人立刻达成的协议 还发了事 但结果是 拿到藏宝图的托书先一步 挖住了财宝 毒吞跑路了 墨书只好理论也被他气死 更气的是 还在做苦力的四个人 钱没了人还在受苦 对始约积极看中的毒腿男 更是气分不已 把手刃托书 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原本只是空谈 但一次偶然 毒腿男意外救下了一个当地的土著 他感谢毒腿男的救命之恩 就帮他离开了小岛 托书受到的信 就是那时候继续的威胁警告 不过等他们赶到了伦敦后 托书已经病死了 愁眉亲手抱 宝藏还是得要回来的 就像富尔摩斯推测的 当知道大拖发现了宝藏后 土著敏捷地从屋顶 爬进了藏宝的阁楼 用毒疾杀死了大拖 接着固定好绳子 方便毒腿男进来运作宝藏 最后由土著店后 收拾好现场 原路离开 一切真相大白 是时候打开宝箱 看看里面的宝藏了 毒腿男淡定地看着众人 箱子里面早已经空空如也 原来在追击当中 他把宝藏全都扔进了湖中 和巨额财产 适时交臂的玛丽 倒是很平静 毕竟巨额宝藏背后 总是和复杂的人性牵扯到一起 趁于湖底 倒也保留了宝藏 那份最沉粹的美 本集完 四千名史阿瑟克兰道尔 创作的第二篇中篇 推理小说 这集里还有一条 没有迷说的爱情线 就是破案的过程当中 华生和玛丽互生好感 最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好啦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咕咕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麻烦点赞收藏 关注一下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